大家好,我是加因娜孤立·塞里克,一名幼儿院教师。 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污蔑魔灰我们新疆的不实言论。 奉佩奥克、曾国恩污蔑我们新疆存在强迫劳动、强制绝育。 他们都是胡说八道。 我们新疆根本不存在强迫劳动、强制绝育这种事情。 新疆的各族人民团结友爱,生活得都很幸福。 我现在是一名幼儿院教师,我很喜欢我的工作。 我们班里有23名幼儿,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民族。 在幼儿园这个大家庭里,我们都很幸福。 彭佩奥和曾国恩之流的黄妙言论, 只是为了破坏我们新疆人的幸福美好生活,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的英母得逞。 我会更加用心高好幼儿教育, 在爱的关怀下让我们的孩子健康、桌壮成长。